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今天晚上您可喝了不少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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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吗 我劝你啊 控制一下 我们这个园区里都是摄像头 你跟林双 你们两个人 连起手来坑我 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为你 我劝你冷 我劝你冷静一点 放手 我很冷静 我亏待过你吧 大家各取所需公平交易 你用那点风骚 换了多少好处 你心里清楚 有些东西不是你的 我只是不如你的愿 及时止损 我根本就不想听你 胡说八道 放手 放手 林林霜 为什么要连起手来坑我 魏敏 你是不太清楚是吧 这么多年 你在用你的权力控制我 压榨我 多年来林霜用她的牺牲和隐忍 换来的是什么 是你事业上的平步青云 还有你口中的Joyce 你捧在手心里面 也是你的垫脚石 这些所有的事情 在你的错误逻辑里面 都是理所应当 你还觉得自己是 正直的无辜者吗 你懂什么呀你 我是不懂 你自己觉得 你很聪明 机关算尽 捞进了各种资源 结果呢 还是逃坑过来报应 我只能说 现在做的一切 就是你自己活该 你现在像一只丧家权 你知道吗 你只会乱咬人是吗 干吗呢 都不过这儿 爸爸 那边那个游乐场的 好好玩 真好玩 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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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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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得上是人生赢家了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就越走越偏 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贪心不足 舌吞向 他尝到过压榨别人的甜头 便处处地 想要把优势最大化 让自己成为食物链顶端的人 唱着他自己有那么一点男性优势 就处处想要让你的吃亏 其实身为男性 在当今的社会 是会获得一定程度的额外优势 男人身上有吸引力 那叫做有魅力 女人有吸引力 就叫不检定 这种习以为常 厚此薄彼的事情 处处可见 不过像魏明这样的男的 毕竟是少数 男人知道 在这个社会上 享有一定的优势 而随着这份优势 富于他的 他有一份责任不担当 会自觉地去评图 但是魏明呢 却把这份优势 变成了自己 为所欲为的筹码 轻视本该去珍惜 将婚姻 合作 余力交换放上等号 把爱情降了成现 一手好牌打得新来 这就是他对自己 最大的诅咒 来 尝尝 我拌的沙拉味道怎么样 可以的 那必须的 这都是我在国外打工的时候 被逼出来 好了 沙拉好了 接下来我来做牛排了 我来弄牛排 我让你看看 什么是米其林大厨的 有 那我去帮你做配菜 嗯 多洗点芦笋啊 不爱吃 好嘞 对了 量子计算那个项目 韩氏的董事会已经通过了 而且 让你做出道理 真的 恭喜 恭喜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项目一上马 短期内 你想在专业上超过我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了 嗯 我们这个千年老二人帽子 什么时候可能摘掉啊 嗯 那个什么 我其实计算了一下啊 嗯 就是 你看吧啊 论工 我是你老板 论丝 我是你男朋友 这 这不投资它怎么着 也很不亏呀 对吧 对 这么快就认了 这不符合你永章第一的个性啊 如果二选一的话 那我肯定先打好爱情保卫战呢 你说呢 有酒 那 不能 讲理一下 妈妈 过火了 牛排 牛排 妈妈 妈 妈 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在厨艺上 跟你秘诀的高相 有 看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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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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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事情 你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吧 嗯 看到了 不都过去了吗 我不猜啊 可是我在乎 马丁 你对我是很好 我其实完全 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你对我的好 但是然后呢 我 确实渴望 但我又恐惧一段亲密关系 以后我们只会在感情当中 撕扯 恰恶 焦虑 怀疑 我越觉得我们两个的结局 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 你应该 找一个更好的姑娘 你今儿跟我 发好人卡的节奏吧 是 是我的问题 我 我确实还没有做好准备 迎接一段新的感情 瞒着你 谢谢你 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的身边 总是有办法得我笑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两个可不可以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你的位置 仅次于临双 那相当于第二呗 挺好的 等等 再两杯酒 好 来 慢慢喝 不着急 那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我呢 叫马丁 身高一米八五 体重七十公斤 未婚 很当心认识你 很当心认识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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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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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来 快 快 快 单刀 单刀 快 来 来 快 来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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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穿到门前 加速 加速 十八号 小屁股 快进来 进来 快 来 小屁股快进来 这个小屁股好厉害 第一个进球了 第一个进球了 今天的比赛 后太太获胜 谢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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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哥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那么棒啊 你怎么做到的呀 你怎么做到的呀 男孩子都被你给打趴下了 张书洋还把这个事情 当成个笑话讲给我听 说是冰球队 拿着个小姑娘 我们国家也有女子 冰球队的 我以后也要去参加奥运会 哎呦 了不得呀 这是要为国争光的节奏啊你 对呀 狗哥你 你要去参加奥运会 妈妈做你的第一个粉丝 好不好 好 妈妈 我饿了 那我们去外婆家吃饭 外婆给你做了 你最爱吃的大螃蟹 还有 有螃蟹 故事叔叔 下周末 我们一起去游乐园湾 好不好呀 必须没问题啊 说定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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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慢走 我希望你好好配合公司调查 别来跟我说了 收购案是黄董拍的吧 我不过就是个干活的 黄董是你岳父 他当初帮你之后 也仅仅因为这层关系 这个收购案明显看着是黄董旗号 可实际全权负责人 那是你 是我有什么用啊 这是你们高层开会决定的 你们不能有功劳 大家一起分 出了事了 就把我一个人扔出去吧 这不合适啊 你还在狡辩 因为商业欺诈 我们民企诉了LA 前员工江启提供视频证据 LA董事长王洛达亲口承认 对你进行了商业贿赂 证据确凿 另外江启还说 你涉嫌多起商业合作的收取回扣 你还潜规则女下属 你还说实了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维明 你做事聪明利落 我本来是很看好你的 只可惜 你太爱抖机灵了 当你要做出选择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 你就忽略了显而易见的危险 而做出最愚蠢的选择 好 好 好 妈又复发了 医生说是 就这两三个月吧 他 他已经回老家了已经 他说他死也得死在自己家里 他 他 他让你跟我说的 不是 是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他之前 对你 确实我也觉得太过分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 那不管他怎么样 他也是我们妈妈呀 这点改变不了嘛 他之前有的时候说到你 还骂两句 那复发之后呢 他再也没提过了 他就是好面子 就是嘴硬 其实我们都知道 他心里有你的 姐 姐 妈是真的没多长时间啊 姐 我还记得那年我中考 头一天我就发烧到四十多吨 我怎么也起不来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渴得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 后来 你干完农活回来了 我求着你 让你帮我倒一杯水 你可能是刚干完农活 累得慌 脾气不太好 你一边倒水一边数落我 你说 我要照顾江海 还要照顾你爸 我快累死了 我凭什么还要照顾你啊 你就把那杯水 重重地放在了我的床面前 然后你走了 被子里面的水 撒了一大半在我的枕头上面 那杯水 我一口都没喝 从那杯水开始 我就开始跟你赌气 我赌气 我一定要做出点事情来给你看 我赌气 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比江海强 这么多年 我拼尽全力离开家 去大城市 想要证明自己 我是曾安安自习过 我终于 找到了机会 跟你对决 我 我不会认输的 我还年轻 我在三十岁 我总有一天 会成为 你承认 你认可 你认为骄傲的那个江西 这一辈子 我们两个演不了母次自向 但至少我们可以心心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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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不然 我们就跟哥哥说 为你们出国外派去了 然后咱们 慢慢再想办法跟他解释 我不想骗他 我怕他一下解释不了 做父母的呢 不能一直保护孩子一辈子 但是我可以陪着他 慢慢地学着 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 也许反而能帮着他成长呢 好 那我们就 有时间都陪陪哥哥 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 好不好 好 当然了 做爸爸呢 我确实是个新手 所以呢 你就得教教我 没事就得给我 开个小灶什么的 行吗 可以 进 双姐 你的快递 好 谢谢 谁寄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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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朋友 好 来 你不是说要请我吃好吃的吗 那可不是 饿死了 我订了一个米其林两星的法餐 可难订了 我还以为你要是可难吃了呢 可难订了 每个人的一生 都要走很多弯路 绕不过 避不开 小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中国的河流 这上面这一条呢 是黄河 那下面这一条最长的 叫什么名字呢 你 正是这些曲曲折折 让我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 也最终 收获了一件最珍贵的礼物 未来 我会和孩子一起去那些 不曾到访过的港湾 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未来也许充满未知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我已经不再可望港湾 好 未论融资基本已经确定了 还是由磐石主投 TX基金与何半海 亚洲创融基金跟投 量子计算 风险这么大的项目 都愿意信任我 你也信任我呀 当初你都没有看过 我投的投资金 就决定让我来投你 你愿意我知道 你愿意帮我 你还记得 上次我灰头涂脸 都从画展出来吗 林霜 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吧 我想离婚 后来你也帮了我 我看过一篇神经学研究报告 那上面说 信任的产生 源于催产素的分泌 而催产素的分泌 又与共情能力 还有亲密关系息息相关 所以 你拥抱过的人 也会变得更容易信任的 能够这么理智地说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 真好 我老公来接我了 他被派到法国去 我打算跟他一起去 没想到吧 我被出轨的时候 当了很多年的家庭主妇 那个时候 因为缺乏重返社会的勇气 我记得我当时 纠结犹豫了很久 但是您不一样 你足够强大 想要放弃的话 会比我容易得多 相比之下 挽回才是最难的选择 你选了一条最难的路 一定有你的道理 其实 婚姻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 就算遭遇背叛 如果社会关系 依旧非常稳固的话 那这段婚姻就有 还持续下去的理由 我结婚二十多年了 我了解他 孝顺老人 对人和善 对我更是百依百顺 他的出轨 我应该也负一定的责任吧 我太过于自我了 又强势 你看 我不是在给他的出轨找理由 其实我是在给我自己一个 能够 继续我这段婚姻的心理依据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 决定再给彼此一次机会 是 婚姻嘛 本来就没什么固定的案 祝福你啊 卫杰 我也祝福你 一定要顺顺利利的 来 媒体采访提供就拿到了吧 对 一会儿你跟嘉宾 不认识的时候 你稍微精简一点啊 多让他们自己的 好 好 对了 千道强那儿 再多安排两个礼仪 那个引导一下嘉宾 麦克风和提示器 开始之前再检查一点 放心吧 哥 虽然我们公司呢 第一次承拔这个项目 但是上上下下都很重视 走 我再确认一下 行 那咱们一起加油 加油 姜海 领带 我忘了介绍 这是我女朋友 也是我们公司的 刚在一起 林总 马丁总 叫姐就行了 那行 先忙 回头请你俩吃饭啊 不错 你小子可以啊 这终身大事都跑我前套去了 必须的 以前你才能解答方向我的吗 走啊 走啊 霓霜姐的前夫 就那个卫明 上车盼了 还有后面那个结婚的花儿蛋 演的 哎 天道好轮合呀 这个渣男总算是得到报应了 林霜 你先去忙 你先忙 你先忙 中国有个古老的预言 叫杨子见其路而枯枝 杨朱看到一只杨走失了 他在路尽头分叉的地方哭了 因为他不知道杨走到了哪条路上 这个时候 他就不能决定 自己往哪一条路走 于是很悲伤 当我们走到分叉路口的时候 看上去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先置个头子 选择一条路走 无论对错 再去试另外一条路 这个方法 看上去是有效的 但也是愚蠢的 因为上帝从不知头子 这就代表 当计算机要计算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想要寻找一个答案 常常要搜索好几个方向 但是这个问题 在量子的世界里 就可以迅速地得到解决 不好意思 吴总 您能否说得通俗一点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模板 可以让我们参考一下 量子计算的强大威力呢 来 大家来看一下大屏幕 量子纠缠的两个粒子 就像是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 彼此心灵相通 尽管远在天边 却时时思念 并无形地连接着彼此 这种神秘的关联 使得量子纠缠成为了宝贵的资源 而量子计算 正是基于量子纠缠 获得了快速运算的优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声 你愿意和我携手余生吗 待会儿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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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 随着新郎一起投向了 幸福开始的地方 有请最美丽的新娘 幸福登场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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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许 今天我把双双交给你 两眼才能靠近 我仍记得你的温度 却无奈撞洒脱逃离 心里玫瑰只有一朵 爱的人在看一眼就错过 你为我下雨 我为你撑伞吧 不要像与某个时间窗 陪你在心的暗处停泊 掌心的温度 刻下了脊柱 那深深发光的你 拥抱了我 那深深发光的你 拥抱了我 谢谢你 林霜 对不起啊 让你等了我这么久 提起女人的人生价值 大家好像都很喜欢讨论归宿 好像我们一生的努力 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庇护自己的地方 但或许 我们也可以享受路上的风景呢 单身或婚姻 职场或家庭 成功或失败 所有的经历 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精彩风景 我们来到世界 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 而是最终 成为自己的归宿 好 我们来到处理下来的朋友们 我们来到处理下来的朋友们